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消灭了死亡 借着福音光照了生命 愿主与你们同在 那时候否认复活的撒族塞人当中 有几个人前来问耶稣说 老师每次给我们写道 如果一个做哥哥的死了 撇下妻子而没有子私 他的弟弟该娶嫂子为妻 替哥哥利私 从前有七兄弟 大哥娶了妻子没有子私就死了 二弟三弟都娶过他为妻 七个兄弟都是这样 都没有留下子私就死了 后来哪个妇人也死了 那么在复活的时候 这妇人要做哪一个的妻子呢 因为七兄弟都娶过他为妻 耶稣对他们说 今世的人也娶也嫁 但是那些被认为有资格得来世 并从死者中复活的人 也不娶也不嫁 甚至他们也不能再死 因为他们像天使一样 他们既然是复活的人 也就是天主的儿女了 至于死人复活的事 每次在经济片上已经说明了 他称上路是亚巴朗的天主 伊萨格的天主和雅各布的天主 天主不是死人的天主 而是活人的天主 在天主眼中 所有的人都是活着的 有几个经师应声道 老师说得好 从此他们不敢再问他什么了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能赞美你 要辨别一个理论 是不是基督信仰 是不是正统的 真正的基督信仰 那就看他这个理论 最后把我们带到哪里去 如果是把我们带到天主那里 带到天上 那一定是来自天主 如果最后是带到地下 那就不是来自基督的信仰 那么什么是带到天上 带到地上呢 所谓带到天上 是最后回到天主那里 但是并不代表说 天主的理论 圣经的教导 就忽略了地上 他也重视地上 他是从地上 让我们到天上 举个例子 我们基督信仰里面 也会教导我们 如何求天主赏给我们 今世的成功 今世的财富 今世的一帆平安 风挑雨顺等等 但是我们是透过今世的获得 而获得更美好的天下 他是求地上 是为了天上 但是一个不是基督的理论 他是什么 开始求天上 最后落脚在地上 开始在成乎天主 最后呢 转了一圈 他甚至说的特别的神秘 特别的高妙 特别的这个超把 深魂超把 但是最后你发现 原来他这所有的深魂超把 都是在讲地上的事 什么意思 他也讲天主 讲高潮 讲神恩 讲很多 但是最后你发现 他讲的这一切 是在讲 满足一个地上的胃口 满足一个地上的心 地上一个贪婪的心 就是贪婪地上的那些东西 成名了 功名了 利禄了 实际上 一切都是世界上的东西 只不过是带着个神圣的衣服 所以分辨就变得那么重要 其实在圣奥斯定 他的忏悔录里面 圣奥斯定也提到这个 圣奥斯定说什么 他曾经在 差不多20岁左右里面 他就陷入到一个异端里 因为他从19岁开始 差不多189岁开始 正式开始 他发现基督的信仰吸引了他 借着一本书 把它引到了 耶稣的信仰里面 可是呢 他说我这个寻找真理之路 是如此漫长 很快他就被一个异端 被卷进去 那为什么他被异端卷进去 因为当时的他 还是满肚子世俗精神 所以你看我昨天说的 一个人被异端卷走 他一定身上有异端 所吸引的他的地方 为什么你就不信异端 他信异端呢 因为那个异端 正好抓住了他心里 想要的那个东西 那么圣奥斯定想要什么 他是世界上的名利 圣奥斯定说一说 他说我被那些骗子所吸引 他说那些骗子怎么骗我 他们谈的都是天主 他们嘴上左一个天主 右一个天主 左一个耶稣 右一个耶稣 什么圣灵圣神 谈的都是这个 但是他们的背后 一点天主都没有 因为他们的背后是世界 背后谈的是空洞 是这个世界的虚幻的世界 我想圣奥斯定里 这个认识 真是深刻的 那就好像今天的这个福音里面 的撒多塞人 他们问了耶稣一个问题 那么为什么他们会问耶稣这个问题 为什么他们不能了解这个问题 因为他们带着一肚子的世俗 天主的圣言 他是明白不了的 当你带着一个世俗的心 你如何能明白信德里圣言 那信德里圣言放到一个是满肚子世俗的人心中 这个圣言被他也用世俗的态度去理解 本来 这个事件 就是一个人 娶了妻 没有留下子嗣死了 那么他的弟弟应该 替他留后 这个法律实际上是一个爱的 首先是为了这个妇女 我们知道在古时候 如果一个女人嫁出去 没有子嗣 就死了 很可怜 还有就是为了这一个家族 就这个家族需要 因为在古时候 一个少数一个民族在 特别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民族 最主要是这个民族能够生存 那这个民族生存 他有赖于这个繁衍 生命的繁衍 所以他是为了什么 为了这个民族 为了这个 其实是为了爱 为了这个妇女 能够在这个家族里 这个妇女还得以生存 你想一个女人 没有孩子 丈夫死了 那是最可怜的 所以他本来是一个爱德 实际上是天主给他们 可以透过梅色给他们这条法律 是为了让他们理解天主的无限的爱 谁知道呢 他把这条理论用到了天上去了 那意思说在天上我怎么去欺 万一在天上我我也没留下子思念 这真是一肚子牢骚 一肚子世俗气 所以有的人他给你谈理论的时候 你不要给他谈 谈也不管用 为什么他现在还没有准备好 因为这个我想有的时候 我想我们可能需要一个特别的明智 比如说我在一个地方毕竟的时候 很多时候毕竟的时候 很多特别热心的妇女 特别是一般的奶奶辈儿 都是拉着他的孙子儿子来 神父你给他谈谈讲讲 好像神父给他一讲他就过了 这个好意是好意 但是有的时候 可能一般的我们上神父也是盛情难缺 就给他讲讲讲也白讲 为什么 他这孩子是被父母逼着来 他的整个的心还没有准备好 你给他讲也白讲 浪费时间也浪费 甚至还会增加他的罪过 为什么 这个我想圣奥波罗靴 他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例子 圣奥波罗靴当时遇到的是圣奥斯丁 圣奥斯丁的妈妈是心机火燎 愿意这位圣经大师 把他那个儿子扭转过来 但是圣奥波罗靴说不要 现在不是时候让他去吧 让他任意在那个异端里 他横行一段时间 为什么 让他在那个异端里横行一段时间 让他知道那个异端对他的伤害之后 他才能回来 他现在已经信到那个异端了 你再给他讲什么也不管用 讲也白讲 这真是智慧 这真是智慧 一个是不要浪费时间 一个是不要增加他的罪孽 因为这时候他满度的世俗 他的世俗心让他信的那个异端 你现在要想讲过来 首先天主圣神在他心中工作 让他的心认识到世俗的虚假 那个异端的虚假 可是要让他认识那个异端的虚假 往往还得要给他上一个痛苦的课 就是让他深受其害之后 他才能醒 所以我们人有时候天主救我们人类 真的是苦心 那叫什么苦 苦口婆心 真是天主救我们人类是耗尽了心 怎么意思 就像那个浪子 那天主也知道他出去之后必须变坏 会受很多苦 可是没有办法 这是亚当的子孙必须要上的一个课 那就是什么不碰个偷破血流 不知道回头 其实这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今天这个撒族塞人的问题 是因为他们用一个死人的心 如何能了解活人的信仰呢 什么叫死人的心 所谓的死 没有信仰都是死 什么叫没有信仰都是死 如果没有基督复活的信仰 那世界上活着一天就是走向死亡一天 因为一死就一死百了 那就等于死人 所以只有基督复活的信仰 才能把我们这个在世界上尘土死亡般的心拯救过来 这才是重点 所以我们最后再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话 我们要看一段信仰 他能不能最后把我们领到天上 说是最后 如果这段信仰看似给你谈天主 看着谈教会的恩赐 谈这个谈福传 谈理想 但是实际上你发现你定睛一看 他的最后目的一定是还是在谈世界上的东西 只不过是挂着羊头实际上是卖狗肉 他谈的是天主实际上谈的是世界 天主只不过是个工具满足他世俗的那个欲望 那意思是他的虚荣心找不到世界之东西来 找一个神来作为满足他世俗虚荣心的一个幌子而已 这个分辨我觉得在今天非常重要 所以咱们也祈求天主圣神 就是常常光照我们 让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好的分辨 感谢细备 感谢细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